在这个素食主义盛行的年代 平民区的角落里 却有个名叫一生庵的小店 却一直专注着做出传统料理 店里的老板娘是个倾国倾城的大美女 客人和下属都喜欢叫她阿仙 一生庵虽然位置偏僻 但从不缺乏主动找上门的回头客 吸引他们的不是老板娘的盛世美颜 而是这里的料理让人流连忘返 在这个快餐占据了大部分的生活时代 阿仙经营的一生庵 是通过传统的古法公寓 来还原食物本身的原汁原味 在这个飞速发展的时代 这样的料理店已经很少见了 虽然阿仙是这家店的老板娘 但她毕竟是个年轻的姑娘 做起事来有很多让人捉摸不透的地方 比如洗澡的时候不脱袜子 大白天自己躲在屋子里喝酒 喝醉后有时倒头就睡 有时甚至会半夜跑到男生宿舍发酒疯 这些状况员工已经习以为常 毕竟人家是老板 这天里来了个年轻的小伙来拜试学艺 打开门还没看清楚 人就直接跪下了 她慷慨激昂地想要学习真正的料理 不想随波逐流做那些快餐 可等她说完才发现面前的老板 竟然是个年轻漂亮的小姑娘 而且还浑身酒气 小吉瞬间怀疑自己走错了地方 不过即便如此 她还是递上了自己的警笔 阿仙却只是看了一眼 便同意了男人的入职 转头回屋喝酒去了 在简单的同事介绍后 小吉很快被安排进了后厨 厨师长给她分配的第一项工作就是销 萝卜 这在小吉看来是小菜一碟 无论是销 皮还是切丝都是她的拿手好戏 可才刚刚开始 厨师长就直接喊停 原因是工作时竟然手上戴着戒指 这在一生安看来 是对食材和客人的不尊重 小吉随即就被安排了打砸的工作 尽管并不服气 可为了学习料理还是忍了下来 但很快她又发现 刷新自己料理认知的事情 这里的萝卜 竟然不销棱角也不敢按倒 还被要求要小火慢炖五个小时 而一旁杂鱼干的处理也不同寻常 既不去头也不去内脏 只需要在水里泡上一整天 等到水变成琥珀色的时候 就能取澄清的部分来料理了 可现在的小吉对这些并不理解 甚至觉得这里的人就是为了偷懒 尽管也知道慢工出细货 可以想到面前的萝卜要煮上五个小时 他还是偷偷加大了火力 但他的行为很快便被厨师长发现 他不知道的是 这家料理店对美食的前程 从来都是精益求精 晚上的一生安迎来了第一波客人 美女老板娘亲自相迎 在美食和美人的双重加持下 夜晚的生意逐渐火热起来 酱拌萝卜表面光滑晶莹剔透 宛若一键艺术品 味道也被客人评价真的很深入人心 工作结束后 阿新带着店里的员工们一起用餐 感叹多亏小吉把萝卜煮砸了 大家才有今晚的口福 萝卜也不出众望地受到了大家喜欢 小吉还在纠结为什么不消掉萝卜棱角 这样也就不会失去料理的美观 原来在一生安的料理观念里 棱角消掉的话就只能丢进垃圾桶 这样不仅食材浪费还要增加人工 但如果利用食材本身的完整 既不浪费又能做出美味的料理 不是更好吗 然而结束后回到宿舍 还没从房间太小的阴影中走出来 小吉就又得知这里的学徒 薪资只有五万日元 不禁有些崩溃 但同为学徒的阿健却很满足 还解释老板娘的一贯风格就很节俭 想到一生安连自来水也没有 洗个萝卜都要靠井水 这样似乎也能接受 但打脸来得很快 阿仙在真品堂看中了一口破缸 让小吉帮他运回家 一看才发现 那口破缸竟然要两百万日元 小吉瞬间不淡定了 回答他的仅仅只是阿仙的一句我喜欢 路上载着随手 花两百万去买一口破缸的老板娘 想到自己的五万日元薪资 小吉陷入了深深的怀疑 然而被他小心翼翼放下的昂贵水缸 也只是被阿仙随意摆在了室外而已 他的出现并不途 反倒好似很久前就已经存在 听着水缸在细语间滴答的呼吸 阿仙觉得那就是他该在的地方 晚上店里来了几位不速之客 为首的方脸妹是时下当红的素食烹饪大师 主张是一切菜品 都能用料理机器快速完成 虽然易生安的菜品很好吃 但他觉得用微波炉的话 几分钟就能完成 坐他对面的男人 真是将小吉叫了进来 原来他是小吉之前餐厅的上司 得知小吉放弃他餐厅管理的工作 来这当学徒 言语间满是戏谑 还问小吉有没有学到真正的料理 男人只好说自己正在认真学习 可接下来方脸妹的话却让阿仙难以下台 作为一家古法制作的料理店 老板娘竟然不知道自家豆腐的大豆产地 自然又是让小吉上司一阵大笑 门外的小吉觉得自己被重重地打理 他开始后悔了 阿仙手下学习料理的决定 第二天一早他准备主动请辞 宿醉的阿仙也被门外的喊声叫醒 开门就是满屋的酒气 这更加坚定了小吉的想法 阿仙也没想到对方这么快就要走了 不由嘀咕了一句真没耐心啊 小吉说他当初来一生安学习料理 是看不惯曾经餐厅的潮流做派 鞋头的本身已经超过了对料理的重视 但现在看来或许屈服时代才是正确的选择 闻言听到这里 阿仙也决定尊重小吉的意愿 但临走前还是希望他能再帮自己一个忙 离开一生安的小吉再度踏上旅程 阿仙则是在屋内品尝起了美酒 刚才的一切仿佛从未发生过一半 然而离开后的小吉并非一帆风顺 如今的料理师工作已经经非西比 用的都是自动化料理机 这时一旁的宣传页吸引了他的注意 方脸妹和阿仙竟然要来一场料理对决 原来就在前不久经常光顾一生安的烹饪学院校长 拜托阿仙参加他们学校的美式比赛 虽然阿仙一开始也提过拒绝 但耐不住对方是老顾客又请他喝了酒 酒精上来稀里糊涂的就答应了 对于这次比赛 既然接受了阿仙也决定认真对待 于是穿着庄重的和服早早来到了现场 面对这些从未见过的现代化料理机 独自一人的时候便想用磕鸡蛋试试 不曾想直接就引起了爆炸 校长也没责怪他 还解释金属和鸡蛋都是不能放微波炉的 方脸妹像看怪物一样看着阿仙 边走边说竟然让他和这样的人比赛 阿仙听着有些难过 当下有了退出的想法 不过比赛最终还是开始了 后台的方脸妹和阿仙简直是两个状态 心高气傲的他压根看不上对方 但此时出场的少女 即便心有忐忑也只能硬着头皮上 看台的上方 小级队接下来的比赛拭目以待 他很想知道老板娘到底会做出怎样的料理 美女老板娘正在参加一场特殊的料理比赛 可比赛才刚开始他就遇上了大麻烦 原来作为一生安的大当家 阿仙制作的料理都对食材有着严苛的要求 但今天比赛的主题却是残根盛宴 意思是要用这些剩菜剩饭来进行料理 这令他一时间有些无从下手 而他的对手正是如今当红的素食烹饪大师 处理剩菜剩饭完全就是对方的拿手好戏 还在阿仙愣神的功夫 对手已经飞快拿起了食材 目光中没有一丝迟疑 洋葱被方脸妹快速地剥皮 处理食材没有丝毫的拖泥带水 现代化的厨具食用起来 更是犹如杏手拈来 这是一场现代科技和古法料理的对决 在方脸妹的口中 她要做的理剂盖饭甚至都不需要用过 在场观众九成以上都是她的忠实粉丝 文言也是一阵哗然 就见方脸妹刺出一张保鲜膜 盖在了米饭上 铺上洋葱后 右一边镜头感十足地放上理剂和淋入超市 酱汁最后还不忘在上面倒入准备好的蛋液 作为一个推崇现代素食的烹饪大师 任何菜品她只需要用微波炉几分钟就好 至于传统料理 在她看来完全就是过时的 比赛剩下的时间也足够她再做一道菜了 此时的阿仙也终于动了起来 就见她不紧不慢地夹起了几个天赋罗 她早已想好 既然是比赛 那就用同样的菜品来决一胜负 紧接着她又精心挑选了几根大葱 阿仙并没有使用超市的成品酱汁 而是用自家酱料开始了独家调制 与方脸妹热衷的上进不同 现在的她只想一心一意做好料理 进入状态的她逐渐变得心无旁骛 尝到了自己想要的味道 礼剂也被阿仙缓缓地放了下去 此时的方脸妹正在制作她的第二道料 李蛋黄酱配松子酒 这种现代化组合在她看来美味无比 一份蛋黄酱大虾就这样完成了 紧接着方脸妹从微波炉取出了她的礼剂盖饭 将保鲜磨取掉后 又撒上几片鸭儿轻点缀 就连主食人也惊叹 她仅用六分钟就完成两道菜 方脸妹胜券在握地看向了阿仙 然而此时的少女还在不紧不慢切着葱丝 制作料理时的她专注而认真 嘴角不经意勾起了一丝笑容 好似一切都已经与她无关 看台上的小鸡有些恍惚 这一刻仿佛见到了年幼时为她做饭的母亲 前程做菜的阿仙身上都在闪耀着光 明明只是剩菜的天赋落 也被她精心烹饪 不 是不觉中已经在她的手中悄然蜕变 虾肉被一分为二 淋上调制好的酱汁 又现磨了一些山葵 配上一壶山泉煮的甘甜茶水 天赋罗茶泡饭就完成了 为礼记盖饭铺上葱丝 阿仙的两道菜也宣告制作结束 虽然时间上比不上对方 却也是她的用心之作 不曾尝过味道的观众 并不知道其中的差距 他们只觉得阿仙是在故作高深 才会把饭做得磨磨蹭蹭 很快到了评审环节 阿仙和方脸妹各得一票 于是胜负的难题落到了校长手里 在校长看来 从料理的创意和速度上 方脸妹略胜一筹 仅用六分钟就制作好两道菜品 而且不用锅的做法 也是非常漂亮的一手 然而画风一转 她说自己最不在意的就是时间 对于一个料理人来说 是否装着食客的那份心 才是最重要的 一番话另看台上的小集若有所思 显然在校长的心里已经有了答案 然而这毕竟是一场商业比赛 赞助商也在对她疯狂暗示 最终校长选择了两人平手 场内也响起了热烈的掌声 方脸妹心有不甘 她依旧坚定地认为 速食才是如今时代的潮流 唯有这样才能节约更多的时间 让人生变得丰富多彩 主持人事业阿仙也说上几句 阿仙只是在一旁 静静品尝着自己的料理 良久才说出一句好事啊 这场比赛显然毫无意义 因为两位料理师根本不在同一阶层 不过对于小集而言 今天的阿仙真的让她很惊艳 于是她偷偷溜进了后厨 决定品尝一下阿仙的料理 可当她尝到一口后 瞬间就被里进浓郁的酱汁吸引了味蕾 明明是用的隔夜的食材 却肉嫩多汁鲜香无比 甚至让她产生了全部吃光的冲动 可随即后厨进来的两人将她吓了一跳 原来是校长和一生安的大妈也来了 两人聊起了刚刚的比赛 校长也在此刻终于说出了实话 阿仙的料理不仅味道更胜一筹 难能可贵的还在为食客考虑 这些剩菜的背后 可能昨天正经历了一场派对 酒后的人饮食就该以清淡为主 阿仙选择撇去鸡蛋和洋葱 转而制作了天妇罗茶泡饭 显然是想避开酒后的肠胃不适 这也是她为食客着想的用心之处 离开后的小鸡找上了阿仙 她决定向眼前的少女郑重道歉 请求能够重新回到一身爱 即便只有五万日元 又或者每天都要拉车也都愿意 阿仙看着眼前这个 一心追逐料理的少年 调侃她可真是个善变的人 不过呀 还是欢迎对方能够回来 然而这次经历也为阿仙带来了改变 她决定带小鸡 去直面方脸妹曾经提过的问题 当时的她虽答不上来 却也没有丝毫心理负担 只因她对一身安 背后豆腐匠人有着充足的信任 他们从老板这得知 大豆的产地有很多 制作豆腐的大豆 也会随着四季的不同而变化 四种大豆便对应了四种季节 水的话要用千层神社的山泉水 豆浆也必须用石磨来磨 虽然也曾想过要用机器代替 但却被阿仙的母亲给训了 也正是从那时起 她才能一如既往地保持这颗酱心 见到这些泡在水缸的新鲜大豆 两人都忍不住品尝了一些 阿仙也对小鸡做出了解释 当时虽然不了解大豆的产地 但却相信这些匠人的手艺和人品 毕生安从不怕料理师的工序有多麻烦 怕的是料理人与人之间信任的缺失 回家的路上 阿仙跟小鸡约定 希望她也成为自己能够信任的料理人 男人一口答应 然而她却不知道 很快她将在毕生安迎来一个巨大的挑战 美女老板娘一大早就被迫亲自下厨 只因店里来了位重要人物 整个毕生安的后厨都如临大敌 原来是阿仙的母亲 也就是钱当家过来例行检查 她不仅对料理的味道和视觉都有着眼 客的要求还看人特别准 据说被她看上的人 日后都会在料理界成就大器 听到仙妈如此强大的威慑力 男人暗自庆幸刚才做出的决定 然而面对毕生安 众人精心制作的美食 仙妈还是那个仙妈 点评起来真真见血 众人大气都不敢出 即便气场强大的厨师长阿清 此刻也犹如记载 但她很快话锋一转 问阿仙是不是只给五万 就随意指使小吉做事 原来就在不久前 认出仙妈的小吉拦住了对方去路 表面上是提及十年前 仙妈答应她来一身安学习料理 但话里话外 却是在控诉老板娘给的薪资太少 根本不够用 仙妈笑了笑说她知道了 自认为有了大靠山的小吉 结果下一刻 然而这还不够 仙妈的毒舌功力还没发挥十分之一 她说自己感受到小吉对料理的虔诚之心 还问阿仙 为什么要招这样一个人来店 但此时的阿仙却含泪反驳 说自己才是店里的大当家 她有自己的想法 希望母亲不要干预 可当仙妈问她什么想法时 却又意识答不上来 好在厨师长出言解为 询问老店长此行的目的 原来接下来是一生安一年一度 制作卫增的日子 因为自己即将出去远行 所以想让大家提前制作 听到这所有人都低下了头 卫增的制作是一生安的重中之重 但并非工序繁琐 而是仙妈对食材和味道的把控 刁钻到了极点 阿仙却淡然接受 因为她心中早已有了人选 而这个人出乎所有人意料 她选的是仙妈 重不成器的小吉 当众便宣布了今年的味增就叫小吉排 毕生安的味曾闻名全国 也深受食客们的喜爱 而制作这种鼎鼎大名还能贴牌的代价 就是小吉必须对味增的制作全程参与 第一份挑战便是和阿仙一起挑大豆 因为是食物的原因 每一颗大豆都必须仔细挑选 不能出现有虫洞和裂口的存在 身为料理师要是对食材都偷懒 那做出的料理心意又在哪里 看着眼前的少女 小吉被深深地触动 白天的她干起活来也越发卖力 不仅消耗了所有的土豆 还将地板全部擦好 这让厨师长和金大妈大胆诧异 暗想这孩子是被打了鸡血 但已经进入状态的小鸡 全然不在乎这些 整个人在外人看来犹如脱胎换骨 即便时间过了12点 也依旧和阿仙在一起 屏竹挑豆虽然有些辛苦 但却是格外的充实 就连阿仙也对男人的变化刮目相看 好在一个通宵后 终于将优质的大豆全部挑好 两人互相道了辛苦 这才各自回去休息 但或许是好事多么 白天真品堂的老板来找阿仙喝酒 一不小心就将两袋大豆撞洒了一地 这瞬间就让男人酒醒了 他深知这些大豆对一生安的重要性 但眼下四处无人 偷偷装回去应该没人会发现 晚上先挖回来 眼神犀利的他很快发现了豆子的部队 则问阿仙豆子到底是怎么挑选的 阿仙满脸疑惑地捧起一把一看 才发现里面确实有不少坏豆的存在 小吉正顶着两个熊猫眼在工作 盘子没洗衣会就差点睡着 厨师长看不下去让他回去休息 可刚准备上楼就被阿仙叫住 他没有说出事情 只是说想把大豆再次精心挑选下 这样应该能做出更美味的味增 虽然觉得奇怪 但男人还是选择了答应 于是两人又与豆子再度搭战了一夜 好不容易挑完最后一课 小吉激动地说终于能够回去睡觉了 但阿仙却没打算放他走 因为还得清洗豆子 冰凉的井水配上清晨的寒风 简直看着兜了 虽说少女手把手地教他如何清洗 但男人还是埋怨怎么不用热水 阿仙解释做味增最重要的就是低温 一旦加了热水就会过热 虽然等天气暖和再做也可以 但那样就会让酵母而被迫发酵 做出来的味增既不够细腻也不够结实 不能让自己变得美味 那好不容易长大的大豆也太可怜了 然而这句话小吉不能忍 他斥责阿仙 对没有生命的食物都这么温柔 对他却随意拆食 全然不顾他已经三天三夜没合眼 还要在这里用冷水清洗大豆 阿仙一时不知道说什么 只好可怜巴巴地捡着大豆 刚想做出一些解释 却被小吉直接打断 他说自己不像阿仙那么喜欢味增 也并不像阿仙那样期待 亲手做出味增的味道 此言一出 阿仙再也没了说话的欲望 只是默默倾泻起了豆子 可小吉的话真的让他很伤心 即便想用洗豆子来转移注意 眼泪还是不争气地一颗颗掉了下来 阿仙只能含着委屈自我消化 同事们都在吐槽小吉真没耐心 每次有点事都会离店出走 阿仙却笑着说没什么问题 食物也是一口接一口 但所有人都知道他心情不好 因为他只有生气的时候 才会在后厨吃菜 不配酒离店出走的小吉也不好过 3700日元的旅店 对他这个穷鬼简直是天价 无奈只好求助朋友能不能借宿一晚 朋友倒是没有拒绝 只是开出条件 第二天的早饭必须小吉来做 这对小吉来说是小菜一碟 隔天一早就制作了一桌丰盛的料理 可他才刚尝了一口味增汤 就顿时难喝的皱眉 朋友却觉得味道特别好 小吉刚想反驳一句 就被朋友吐槽 他这是在一身安呆久了 嘴都被养掉了 小吉嘴里嘟囔着也没什么特别之处 不过是手工擦出些沐鱼花 再用沐鱼花来调个高汤 白萝卜的话也能切上 一点放进去 最后就用一块胃蹭收尾就好 倒是胃蹭制作的时候有些讲究 需要手把手地将每一颗大豆精挑细选 这根本就是奢侈了好嘛 朋友的话令小吉瞬间清醒 因为每天喝到的味增汤 让他变得习以为常 全然忘了那份简单料理背后的心意 他意识到自己后悔了 珍宝阁的老板跑来一声安送茶宴 口口声声说是最近大家辛苦 无视献殷勤 先巴一眼就看出他做了亏心事 很快便联想到了 昨天没挑好的大豆 男人声拉硬拽地 把朋友叫来了一声安 不好意思认错的他想拉人状 他知道朋友也是一声安的老顾客 甚至不惜鬼 下来也要对方帮忙说几句好话 好巧不巧阿仙这时正好走了过来 吓得小吉赶紧狗窜 朋友被一把推了出去 支支吾吾半天也没说清楚缘由 只好借口自己听闻 最近一声安在做味增 特地想要过来学习 来了个免费劳动力 秉着不用白不用的原则 阿谦欣然同意建议 行人就这么撇下他走了 小吉差点贪欲了 只好又跟着几人偷溜到了大门口 见众人准备齐心协力制作味增 心里一万个不是滋味 要想制作味增 首先要用盐来锁住酵母的鲜度 双手不停地搓动 能让盐分最快地渗透进去 要注意的是 一定不能出现盐斑或发酵的斑点 出现的话也就意味这次的味增失败了 厨师长和阿健搬来了刚煮好的大豆 阿仙尝了一口 软软糯糯的口感实在有些好吃 大家健壮纷纷围了上来蒸 香肠是明明选逗的是自己 可小鸡排的制作自己却参与不了 男人肠子都要毁清了 仙妈却在这时从她身后走了出来 问她有没有见过那种死要面子活受罪的人 小鸡羞愧地想要离开 却被仙妈一句话叫停 问她想不想知道阿仙为什么要让她挑两次大豆 原来当初她发现大豆有问题的时候 并不想麻烦小鸡 但最终还是拗不过阿仙的坚持 她觉得小鸡很需要大家的认可 被母亲当众说出不成器的时候 心里一定很难过 如果能做出美味的味增 想必也会得到大家的认可 这样的话 或许小鸡就会诚心地愿意 在一生安待下去 得知真相的男人万分后悔 仙妈递出了一身安 为小鸡准备的草鞋 虽然她觉得小鸡没什么料理之心 但好在脸皮是够厚的 何况脸都不要了 参加味增的制作应该不是什么难事 果然仙妈还是那个仙妈 安慰人也不忘毒蛇一把 阿仙递给了小鸡朋友一双草鞋 接下来就是采豆子的时间 豆子因为大小不一的原因 软烂程度也都有所不同 而穿上草鞋去采 就能让大豆小豆互相融合 这种软烂适中的程度 不是机器所能代替的 也会赋予未曾存在于手工中的 独特之处 突然冲出的小鸡 吸引了大家注意 二话不说冲上来 就给阿仙跪了 紧接着便说出了她的道歉名言 无论薪资是五万 还是每天不眠不休的挑大豆 她都想继续在一生安工作下去 因为她的幸福很简单 就是能每天喝到 阿仙亲手制作的味增汤 阿仙笑她不是不期待味增的味道吗 这一次的小鸡决定用行动来回答 踩上去虽然很烫脚 但能做出美味的味增 那一切肯定是值得的 这一刻的一生安重之城城 所有人都在齐心协力制作味增 就连毒蛇仙妈也露出了笑容 事后阿仙决定教会小鸡朋友制作味增汤 一种在家不用高汤也能很好吃的做法 只需要将味增用小锅子融化 再配上一些葱碎 虽然到进去的时候会起泡 但那都是美味即将形成的味道 只要稍加烹煮 一碗味增汤就完成了 品尝过后的味道也是不出意外的好 手工味增的魅力 不仅会饱含那份参与时的感情 还总会想要在人前炫耀 在阿仙看来 或许这就是料理与人之间的羁绊 也是手工味增独特的味道 鲜巴听了也满意点头 小鸡排位曾在一生安大受好评 而小鸡也如愿以偿得到大家的认同 但认同的后果就是被分配了更多的火 几日后一生安来了位不速之客 竟在有意无意透露 自己是阿仙从小不在的父亲 美女老板娘竟在深夜 对员工来了的壁东 紧接着更是轻声而语 这一切还得从店里的招牌说起 毕生安的门前总会竖着一面山药饭的旗子 即便是现任老板娘的阿仙也不知道哪里 似乎从她懂事开始就已经存在 偶然间小鸡的吐槽引起了她的注意 原来就在昨天晚上 她在外面的餐馆遇到了一位大叔 明明一开始交谈甚欢 可就在得知她是义 深夜的员工后 对方竟然吃了霸王餐溜至大吉 被留下的小鸡只好为男人买单 好不容易追上男人 对方却语出惊人 听了小吉的遭遇 众人不禁对大叔的身份产生了好奇 小吉仅仅知道他的名字叫棱角刀之龙 可厨师长却神色一变 这不由令阿仙也产生好奇 莫非那位大叔真的和一生安有着渊源 没有得到想要的答案 他只好求助起了母亲 然而仙妈却是难得的语气略有紧张 之后不仅让阿仙不要理会对方 更是不要再追究此事 阿仙询问大叔是不是他素未谋面的父亲 可他才刚刚开口 电话就被仙妈直接挂断 于是事情也就有了开头的那一幕 带着疑问 阿仙让小吉带他去了 遇到大叔的餐馆 但里面并没有对方的踪影 正当他失望而归的时候 大叔好巧不巧就出现在了他们面前 小吉一眼就认出了对方 男人却是转身就跑 就在两人纠缠的关头 这一下别说大叔就连小吉也猛了 阿仙赶紧做了自我介绍 得知阿仙是老店长的女儿 男人嘴角生起一丝意味不明的笑容 三人来到酒馆 阿仙给了男人一张老旧的照片 上面赫然正是先妈跟男人的合影 年幼时的他 一直以为大叔就是他的父亲 然而大叔却没反驳 还说当初的一身鞍 就是靠他才名声确起 匕首针刀法更是全国文明 阿仙好奇这样的大叔为何会离开一身鞍 男人拉起了衣袖 说这是在报道不久后被同行挑衅受的伤 可阿仙的母亲非但没对他同情 还将他赶出了一身鞍 而厨师长的位置也被他师弟亲师父接任 阿仙听得心里很难受 他很难相信母亲会是如此绝情的人 出于愧疚他想补偿大叔 大叔却只是说他会考虑的 随后拎着东西便走了 可刚到晚上阿仙就接到了对方电话 男人说他只有一个愿望 就是让阿仙请他喝很多好喝的美酒 于是第二天 阿仙一早就亲自在厨房里忙活起了料理 他实在很期待这场特殊的酒局 大叔也被阿仙这阵仗吓了一跳 看着阿仙准备的美食 直言光是吃完就能把人撑死 但转眼就让阿仙倒起了酒 他称赞阿仙的料理很不错 不像老店长几乎从未自己动手做过 可他话才刚说完 一个盘子就递到了他面前 回头见到来人竟是仙妈 吓得连忙转身就要走 仙妈赤身他跑来骗吃骗喝就算了 竟然还说什么自己与他有孩子的鬼话 大叔也怒从心头起 声言如果不是仙妈 他也不会落得如今的境地 两人的争吵令阿仙有些不知所措 仙妈转身看向他 说他已经老大不小了 怎么还会这么天真地对人轻易相信 然而阿仙早就知道了大叔是在撒谎 他递给了仙妈大叔之前给他的报纸 早在昨晚他就发现 根据上面报道的时间 他的出生已经是大叔离殿两年后 今天之所以会过来 就是想弥补母亲的亏欠 仙妈却觉得他没有丝毫过错 哪来的亏欠一说 更何况当初的一生安若想延续下去 让对方离开也是在所谓 难免母女俩不欢而散 他不相信母亲会是这么绝情 地上的料理被他捡了起来 细细擦拭着上面的灰尘 回到一生安 没想到金大妈已经对他等候多时 身为店里老人的 决定告诉他一些事实 原来当初的一生安 确实凭借大叔的一手 真雕料理闻名全国 可只是注重外在的他 完全忽略了料理本质 虽然新客在不断增加 却几乎没有回头客的存在 更可怕的是 老客也在这段时间慢慢流失 敏锐的仙妈很快发现了问题 不愿一生安 变成重视迈向而胜过味道的料理店 当下便卸任了大叔的厨师长职位 转而让他的师弟亲师傅顶上 大叔自然是不服气 但仙妈始终认为 只有能够直击客人灵魂的料理 才是一生安的初衷 大叔就这么离开了一生安 不甘心的他终日酗酒 手臂也是在一次酒后闹事中被打伤的 不过在这场纷争中 静大妈觉得还有一人是最痛苦的 那就是现在的厨师长阿清 年仅二十岁的他 突然就承担了这么大的责任 不得不迫使自己 没日没夜地练习刀工 他十几年如一日地把 持着厨房上下的所有事情 只为了能和师兄一样 能撑起一生安的招牌 阿仙终于知道了全部事情 虽说大叔隐瞒了一些事实 可他的颓废去与自己 母亲多多少少有些关系 几日后阿仙找上了厨师找阿清 将自己最近的心结说了出来 清师父宽慰了他一番 直言当初的他 也是不想师兄白白牺牲 才会坚持不懈 看着阿仙手中的山药棋子 他忽然有了一个想法 阿仙再次找上了大叔 邀请对方能来一生安吃一次料理 大叔起初并不愿意 可耐不住阿仙的软磨硬泡 最终还是勉强同意了 再次踏入一生安的大门 大叔感慨万千 迎接他的是当年的同事 敬大妈 厨师长也在后厨严阵以待 等他坐下后 阿仙给了他最高规格的礼节 第一道菜是金枪于刺身 看到这种不规则的切法 大叔吐槽 难道这是在嘲弄他的手有问题 可尝了一口后又被味道瞬间惊艳 阿仙解释之所以用这种不规则的切法 是因为金枪于瘦肉和油脂的含量不同 用这种切法能够引出每个部位的独特纤维 虽然被味道征服 大叔还是嘴上不饶人地说 应该切得更清爽一些 第二道菜是酒与白子做的蒸酒料 味道也是不出意外的好 一碗白子很快便被吃完 悬料是如此高档的食材 大叔觉得即便是猴子 也能做出同样的味道 阿仙笑着说他会传达的 第三道菜是鸭蒲肉拌柚子萝卜泥 选用的是亲身运来的鸭蒲肉 进行慢火来烤 大叔嘴上说着不过是烤鸭肉的土菜吧 可真正吃的时候 还是难掩神色中的满意 最后的菜是一碗山药饭 大叔直言一声安 现在的上菜顺序已经毫无章法 居然会把山药饭放在最后一位 不过很快他就发现了饭里的惊喜 因为这尽是他的配方 阿仙说煮出鱼的茜汁 半斤饭里是这道菜的特点 许多食客慕名而来 而他也成为了一生安招牌 原来就在很久前 大叔都曾以一碗山药饭 对亲师傅做出鼓励 希望他能成为比自己优秀的料理师 早年的感动令亲师傅始终无法忘怀 于是他复刻了这道料理 还提议老板娘能够将其加入一生安的菜单 阿仙回忆母亲好像是这么说的 此刻隔门打开 是厨师长带着所有店员对大叔的尊敬 阿仙觉得一生安存留至今 前辈们创造的美食和努力功不可没 没想到自己随手所创的山药饭 竟会在多年后的一生安存续至今 大叔哽咽着默默埋头吃饭 不知不觉一碗山药饭被吃了得惊光 他决定再教厨师长最后一件事情 要做到山药犹如能在饭中熬油一般 否则就会食之无味 厨师长也终于放下心结诚挚感谢 阿仙欣慰地看着这一幕 大叔彻底释怀 临别之际 毕生安重人为大叔送行 没想到先妈竟拖着一辆推车缓缓过来 原来他对大叔的今后早有准备 可大叔说 无法握刀的他 已经不能再做出美味的料理了 先妈笑着说 做菜最重要的可不是菜 而是那份想让别人吃到美食的心意 能做出直击时刻灵魂的山药饭 一定拥有这份力量 正当先妈 想对大叔说出那份久藏于心的歉意 大叔却一把接过了老板娘手中的山药感 道出了久违的谢谢 谢谢老板娘将她的菜当作招牌菜 也谢谢她的料理能被人传承 以后的她将会用山药饭重新展开人生 事后的阿仙对母亲郑重道歉 希望为当时的狂妄 置于表达歉意 先妈却告诉阿仙 或许当初如果是你的话 也许会处理得比我更好 母女俩彼此交心 也温暖着彼此 美女老板娘 今天听闻了一件令人伤感的事情 电器店的老板小郑先生关闭了店铺 原因是被新开的商场抢到了客源 出来后的她也无心接下来的酒局 突然下起了小雨 令她对一生安的未来也有些忧心起来 因为淋雨的缘故 第二天不出意外地开始头痛 店里却在这时来了一位西装男 陪同的还是小吉曾经的经理 对方点名要见一生安的老板娘 阿仙也没想到竟然是来找自己的 对方来的目的很简单 就是想要邀请一生安来他的名店街 开一家分店 虽然不明所以 阿仙还是决定先让对方进去 小吉简直开心坏了 若是一生安能开分店 那自己升职加薪 岂不是不远吗 西装男拿出了分店的策划书 虽然已经有了一家西餐和一家 中华料理入住 但她更想有一家日料能坐镇其中 而选择一生安的原因 便是因为这里是个使者之之的地方 她相信凭借这里的料理和她的策划 一定稳赚不赔 但显然 沉浸式头痛的阿仙 根本无心听她唠叨 一旁的经理为了切入要害 直言现在的一生安 虽然在料理上有口皆碑 但商业经营上应该是不容乐观的 可若是开分店的话 不仅能分担老店负担 更能创造更多的利润 厨师长的话令西装男被胆差异 新师傅很快解释 虽然作为一名厨师 他也很希望让更多的人 尝到自己的手艺 但对于一生安而言 这里的味道绝不是厨师手艺这么简单 见老板娘一副昏昏欲睡的模样 西装男决定下次再来 可经理却是放出狠话 阿显置入网闻 现在的他只觉得头痛欲裂 经理希望小吉能好好劝劝对方 虽然一生安 执着追求真正的料理是没错 但是如此庞大面积的店铺 光是利润怕是都要用来交房租了 如果始终一成不变 倒闭也是迟早的事 小吉还想反驳什么 经理只是拍了拍他的肩膀 让他认真考虑 无疑经理的洗脑是成功的 男人找上厨师长大声争执 他觉得对方不该为阿仙做出决定 分店的事情可以再商量商量 阿仙却在这时昏沉沉地走了出来 小吉还以为他又酥醉了 结果下一刻阿仙就跌倒到了地上 并摸额头才发现竟是发烧了 经理还在劝解西装男明天再去 没想到西装男本身也没放弃的打算 阿仙就这么病倒了 静大妈独自照顾着他 喝着静大妈的生姜汤 阿仙也难得吐露了心声 因为电器店老板关店的事情 让他很忧心 他害怕一生姜也会走上这条路 静大妈却觉得他已经很了不起了 年纪轻轻就承担了一生姜的担子 以后的路还得以后再说呀 第二天西装男和经理再度登门造访 厨师长以老板娘身体不适婉言拒绝 西装男却说他今天只是来品尝料理 因为就在车上 他很好奇厨师长昨天那番话的原因 第一道菜是海鲜牛油果拼盘 第二道菜是春笋饱饿 烧第三道菜是海胆蒸饭 无论哪一道菜的味道都是极品 这令西装男更加确定 想找一生姜开办分店的想法 见厨师长过来 他希望对方能够为他解惑 这些料理已经完全满足了开办分店的需求 为什么昨天的厨师长还要拒绝 但清师傅却是意味深长地告诉他们 今天的料理其实并不是一声安全部的水平 男人听得顿感疑惑 直到厨师长走了依旧没反应过来 小杰还是没有放弃分店的想法 经理确实看出在他身上或许能有突破口 不由古怪地笑了 隔天阿仙的病总算好了 大家也在为他的痊愈而高兴 小杰在这时找上阿仙 说是想让他下午陪自己去看的地方 但至于看什么的话 现在不能说 阿仙虽然疑惑 但还是选择同意了 两人的秘密会面如期进行 可还没等两人走出多远 店里的厨师阿刘就追了出来 质问小杰为什么要诱管阿仙 两人的偷留计划就此夭折 小杰说他希望一生安有更好的未来 才会想带阿仙去看看那条新的名店界 如此狂妄的话 令阿刘勃然大怒 阿仙确实站起来 告诉大家他有自己的想法 转身就走得他令众人面面相去 看着尽忠的自己 阿仙也不知道接下来的决策是对是错 为了搞清一生安的情况 西装男情小杰吃了店里的顶级牛排 他觉得牛肉就该做成牛排 做成激素烧的话只会浪费食材 而现在的一生安 就像一块正被浪费的上好食材 男人的话令小杰若有所思 但他还是告诉对方 毕生安的菜单可没有激素少 晚上小杰找上了阿仙 他对白天的事情表示歉意 但希望阿仙能相信 他真的很喜欢一生安 才不想他因时代洪流而消失 阿仙让他不用在意 因为他正头痛 亲自招待西装男的菜单 受到阿仙的邀请 西装男第三次踏入了一生安 想必这次能见到清醒的老板娘了 一进门就是一生安最高规格的接待 我妈就没有这个兜里面 是的 果不其然 这一次与前两次全然不同 正餐开始前是一份清淡的蒸蛋羹 吃下去一口 只觉得整个身子都瞬间暖和了 所有的菜肴都是阿仙亲自准备 进屋后一口砂锅便放在了他们的面前 招待他们正是菜单上所没有的激素勺 这让西装男面露诧异 不是菜单上的菜就算了 竟然还是用砂锅来做 阿仙解释 这倒菜一般确实是用可以空烧的前底锅 但今天的砂锅是给二位的特别准备 一块肥肉被阿仙在锅内煎出了油脂 紧接着便开始依次下入牛肉 虽然看上去有点像牛排的做法 但是这样别有一番风味 随着料汁的加入 房间内瞬间充斥着令人垂涎的肉香 一到不是激素烧的激素烧就完成了 阿仙示意两人可以裹上蛋液 尝尝他的手艺 西装男只是刚刚吃上一口 便被料理的美味瞬间惊艳 阿仙说这样的切法是为了保留吃肉的充实感 比起薄片会更加好吃 西装男精炭明明只是普通的牛肉 却鲜嫩多汁到极点 厨师长正式奉上了油炸豆腐和水菜 接下来是利用砂锅中的汤汁来加水料理 放入豆腐和水菜 只要烧煮两分钟便完成了 吸满了浓郁汤汁的豆腐实在有些诱人 两人也迫不及待开始尝试 入口即化不说还鲜美无比 最后再用水菜来结尾 又让这份油腻有了清爽的点缀 这就是阿仙的激素烧 一份能让人感受到 其中那饱含心意的诚意之作 看着眼前的少女 西装男突然明白了当初厨师长的话 即便分店能做出最好的料理 但没有老板娘亲自为客人奉上菜肴 那料理就始终缺乏灵魂 毕生安的每个人都举足轻重 同时也缺一不可 男人得到了阿仙的答案 终于放弃了开办分店的计划 而阿仙也如是重负 不过第二天 阿仙还是在西装男的受邀下 来到了新的名店街 因为他还是想让阿仙看看 这是今后的世界 也是未来的时代 虽然他很喜欢一生安这样的点 但如果一成不变的话 真的会很难立足 这是他对阿仙的忠告 同时也再次引发了阿仙的深思